中共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嚴重影響生產、投資、消費各方面 造成經濟全面放緩 通常以來引發多種次生災害和人道危機 被視為習近平的經濟國師 北大教授林毅夫 以及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 都對清零政策表示不認同 5月18日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名譽院長林毅夫 在中信出版集團舉辦的《讀書分享會》上 發表了中國經濟的新挑戰與應對的主題演講 講到國內形勢 林毅夫說 由2021年第三季度以來 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比較大的下滑 這個下滑是由需求收縮、供應衝擊 預期轉弱這三重的壓力所造成 實際上 由去年下半年以來延續到今年 還是在一個下滑的週期中 林毅夫表示 進入到三月份之後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上海由三月份以來 基本上一直處於風控狀態 而且全國也有不少地方 都加強對Omicron的傳播控制 北京的情況大家也看到 林毅夫強調 這種風控的動態清零舉措 必然會影響到生產、投資、消費各個方面 我們的經濟全面放緩 根據這種情況 今年的5.5%增長目標 能不能實現就面臨新的挑戰 林毅夫表示 去年以來 國內面臨的三重壓力 需求收縮、供應衝擊 和預期轉弱 但是我個人就覺得 其實最關鍵的是預期轉弱 因為預期轉弱之後 大家投資就沒有信心 供應就會減少 而且如果沒有投資的話 就業就會受到影響 收入不增長 需求當然會收縮 所以我覺得在三重壓力當中 最關鍵的是預期轉弱 林毅夫還指向習近平的平台治理 商碳目標、房地產等政策 只不過是他將責任 推卸給執行層面 他認為有些是中長期政策 不能夠將它短期化 也不能夠將它地方化 這樣就會造成合成貿誤 令大家對未來的發展沒有信心 而就習近平提出的共同呼籲 林毅夫表示 這個目標提出來之後 如何落實 要解釋清楚 不能讓別人覺得 這是針對富人的 這個一定要講清講楚 不會影響大家的信心 提到疫情 林毅夫表示 疫情的防空 是目前最緊急的挑戰 雖然他聲稱動態清零政策是對的 但是他認為 要落實上的要科學要有效 不能夠層層加碼 他表示 在媒體上看 有些地方 以靜態管理為遮口 不讓農民落田 但是這個耕種時間 一擔午就一年 影響到糧食安全 他指層層加碼 是一種冷靜的表現 市政評論員岳山表示 林毅夫這類本來是御用專家 這次言論是罕見的 這是因為動態清零政策 影響中國的經濟已經是公開的事實 他也不敢過於硬挺當局 但是他本身還說會支持動態清零 或者把問題推給下面 所以還只是一種見鋒洗利 不過在習近平親自說 要和否定清零政策言論做鬥爭的背景下 連林毅夫的轉變做這個表態 可能說明中共內部發生了什麼問題 在5月24日 億萬富翁索羅斯表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犯了一系列錯誤 可能令他失去影響力 將一步影響連任 與普通預期相反 習近平可能會獲得他夢寐以求的第三任期 因為他犯了錯誤 索羅斯在瑞士達-玉斯 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說中表示 不過即使他得到了 政治局也可能不會給他 自由選擇下一屆政治局的成員 據索羅斯辦公室公布的稿 這位在匈牙利出生的傳奇金融家 批評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認為這個政策已徹底失敗 將上海推向了公開叛亂的邊緣 他說 習近平堅持他的清零政策 這個被上海的居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迫使他們進入臨時的隔離中心 而不是讓他們在家裡進行隔離 這個已經令上海處於公開叛亂的邊緣 很多人對這種看似不合理的做法感到不解 但我可以給你一個解釋 索羅斯認為中國民眾接種的疫苗 是專為武漢原始變種設計的疫苗 對新變種的保護力非常弱 然而這點中共當局從未告訴中國人 索羅斯說 隨著Omicron病毒在上海傳播 並繼續向中國其它地區蔓延 清零政策造成的破壞將不斷加劇 封鎖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 將中國經濟推向自由下跌 它從3月開始 並正繼續積聚動能 直到習近平改變方向 然而索羅斯認為 因為習近平不能承認錯誤 因此政策難以轉向 在演說中 索羅斯還提到 習近平 允許普京對烏克蘭發動不成功的攻擊 也違反了中國的最佳利益 目前 中俄之間的緊密關係 正成為習近平的包袱 這不是索羅斯第一次做出這樣的預測 早在今年年初 上海封城、俄烏戰爭之前 索羅斯就曾表示放地產危機、 疫情、黨內敵人 和生育率下降等 都是對習近平不利的因素 可能導致他無法成功連任 索羅斯表示 目前的世界 正步步陷入兩種 截然相反的治理體系之間的對抗 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 他說 在開放社會中 國家的作用是保護個人自由 在封閉社會中 個人的角色是為國家的統治者服務 索羅斯認為 這兩者之間的對抗 可能危及人類文明的存続 其他關乎全人類的問題包括 攻擊流行病和氣候變化 避免核戰爭、維護全球機構等 都必須在這場對抗中退居而善 據彭博社報導 1月31日 91歲的索羅斯 在由史丹福大學的 胡佛研究所主辦的活動上發言說 鑑於共產黨內部的強烈反對 習近平精心編排的 張志基提升度 和毛澤東和鄧小平齊平的時刻 可能永遠不會發生 索羅斯的這番話 正值北京冬奧會開幕前幾天 索羅斯說 習近平在黨內的敵人 房地產危機、疫苗無效 和出生率下降 四大因素都對他不利 外界普遍認為 習近平會在今年秋天的 中共黨代會上 會成功連任 然而索羅斯認為 針對習近平對經濟的管理和控制疫情 一場爭鬥正在醞釀 這個可能會導致他下台 索羅斯說 中共的內部分歧如此尖銳 以至於在各種黨派出版物中都有體現 習近平正受到這些受鄧小平思想啟發 希望看到私營企業發揮更大作用的人攻擊 索羅斯說 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引擎的房地產市場 陷入困境 也對習近平尋求連任不利